民国九十年的纳利台风造成台北地区大淹水 第四比较低洼的家福社区 它的长方体地下室全部淹没 其中地下室的长为85公尺 宽60公尺 高为4.8公尺 是以科学记号表示该地下室积水的体积是多少公升 这里你要知道公升和立方公尺的单位是要怎么换算的 待会再跟你讲我先做一下 85公尺再乘以60公尺再乘以4.8公尺 乘完之后会是多少呢 我用电子计算计算一下 好我刚刚用电子计算计算它会是24480立方公尺 好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立方公尺跟公升要怎么换算 我帮大家复习一下 我们在学这个公升的时候啊 有一个是KL有一个是KL有一个是L 这个L就是公升 这个KL呢 就是公饼 那么公饼呢 它也就会等于M的三次方 那么他们之间的单位 换算单位是多少的关系呢 我先给大家先联想一下 好比说我们在讲公克 公斤 公克跟公斤它的单位是什么 是用1000来做待会对不对 还有一个是公尺 一个是公里 公里跟公尺它也是1000 所以呢你可以稍微去感觉一下当你碰到K的时候 其实它就是一个1000的感觉 那么KL跟L它这里也是1000 好意思也就是说它这里呢就会是24480 好它要公升对不对 我们再加三个0它就会是公升 我们要用科学记号对不对 科学记号呢我们要把它点在这个地方 我们要写2.448 乘以10的几次方 小数点在这个地方 看到它要移几个位置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六个 七个 移到这个地方是7个位置 所以我们就写10的七次方 好这就是我们的答案 来我来写大一点 这个地方呢是多少公升呢 是2.448乘以10的七次方公升